开启档案 Curve Underline Edit F3.PRT 本题将示范更改这个造型局面边界线的端点接线向量 以更改这个造型局面的几何形状 首先让模型数显示在画面上 选取Style 1造型局面特征 按住滑鼠右键选取编辑定义Edit Definition 以回到这个造型局面当初设计的状态 将这个区域放大 按编辑曲线的图示以后 选取这条曲线 点选这个端点 将游标靠近黄色的切线向量 按住滑鼠右键选取Surface Tangent 以令这个曲线在右边的端点跟这个曲面相切 再选取左端点 将切线向量的条件设为Surface Tangent 以令这个曲线在左端点跟这个曲面相切 选取下面这条曲线 选取右端点 将切线向量设为Surface Tangent 这个基准平面以设定这个黄色的切线向量 跟这个基准平面为互相垂直 按勾选 接着将这个地方放大 按连接的图示 将滑鼠靠近 按右键 就可以看到造型曲面以淡蓝色显示出来 按左键接受 接着按住键盘的Control 滑鼠靠近 按右键 再按左键接受这个造型曲面 按OK 可以看到这两个造型曲面的连接符号 其中这里两个箭头代表这两个曲面在这个地方为相切 我们将游标靠近 点选这个曲线 按yes 就可以看到它变成箭头 也就是令它变成相切 一一同样的方式 点选这里 选yes 点选这个曲线 选yes 点选曲线 选yes 就可以看到画面上的这些连接符号通通变成箭头 也就是这两个曲面为完全相切的状态 按打勾 再按打勾 按一下滑鼠左键 可以看到曲面跟它的连接曲面为非常平顺的交接在一起